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吃沙爹王的白咖喱豬扒 立即上網找食譜看看自己煮不煮到 發現非常簡單就去了買材料 回家神還原了這個菜式出來放上IG story 大家看到之後都很有興趣,反應非常熱烈 很想我拍不專業廚房 今天除了會煮這個白咖喱豬扒之外 亦都想示範一個平時如果我不夠時間準備 怎樣可以輕鬆變成一個菜式出來 同樣都是幼稚園程度完全沒有技巧 廚房新手絕對可以煮出來騙人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最近煮食煮到沒有靈感 想找些東西參考一下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煮食吧 材料方面大致在這裡 我覺得以不專業廚房來說都算有些多 逐一跟大家介紹一下 靈魂就會是這一包的醬 這個就是白咖喱醬 一次用完整包 在街市的東南亞店或盈多都買到的 不貴的 一包大約10元以內 應該是6-7元就買到了 然後旁邊會有兩支香茅 還有一塊藍薑 我買了這麼大塊 5元左右 這裡用了一半 放了在雪櫃一排 現在我看它好像還用到就拿過來 然後旁邊就會有一些檸檬葉 一樣是街市的草藥店 就會找到這三樣東西 接著就會有些乾蔥 有些薑 這個用少許就可以 不用這麼大塊 接著就會到豬扒 這個是Donkey的豬梅扒 我覺得是豬肉味香 不會硬 不會有渣 是蠻好吃的 然後會有個洋蔥 再之後就會有一盒椰漿 魚露 這個是炸乾蔥 放不放也可以 我自己喜歡吃就放一點 還有會有個雞湯 今天的材料不算很多 但可能都要自己找一找 不過買的時候都不需要買很大量 所以都可以說是一個不專業廚房的 一開始我們醃了豬扒 將一枝香茅拍扁 然後切碎 我們全部倒進碗裡 然後一粒乾蔥刀切碎 一樣把全部的乾蔥放進碗裡 講個笑話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做了GEL夾之後 發現用那些黑GEL是可以這樣批到薑鼻 而且批了那麼久 我的GEL夾都真的沒有奔過 是意外收穫 是不是沒有想過呢 其實薑我本身是想磨薑蓉 但這邊沒有那個器材 我就打算切粒粒 當然你可以磨到薑蓉 或者有薑汁會更好 當期這款包裝的豬梅扒 我挺喜歡的 厚度是韓燒那種 不怕太厚 很怕硬 也不會沒有口感 我們今天洗一洗 印一印乾水就可以去醃了 我們加一個茶匙的豉油 我自己習慣用甜豉油 這個月和圓的甜豉油是超好吃的 接著就到魚露了 我會放大約一個茶匙 因為不想太鹹 然後我會放味淋 其實有些人會加糖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加糖 所以我會用味淋代替糖 我會加一個湯匙 最後會加一點生粉 然後把所有材料拌勻 醃大約一個小時 另外今天我還會煮雞頸肉 配沙嗲醬 順便拍完 因為吃的太簡單 沒可能自己拍一集 我很喜歡吃這一款 雞頸肉 它很爽口 又有雞味 又便宜 一包才是二十多元 我們兩個人只想吃半包 然後用牛角的燒肉汁醃一醃 然後去氣炸鍋 很方便 最重要就是這個沙嗲醬 都一樣在東南亞店找到的 我們唯一的步驟就是 倒一些燒肉汁過去 然後醃大約半個小時 八個小時左右 無所謂的 你有時間就可以醃久一點 入味 沒什麼要做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準備其他的材料 首先我要半個洋蔥 洋蔥都一樣 我覺得切了一半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用來開鍋用 我就這樣把它對半再對半 切了四塊就算了 不用太細粒 然後就到藍薑了 這個要先剔一剔皮 它是比較硬的 你會看到 如果剛才的薑是說用指甲可以刮到 這個完全刮不到 所以我要用刀去剔皮 它有點像粉角的質地 我自己覺得 我批了剛才面那層 然後這裡 我會要三至四片 大家會看到我用的方法 是半斬的 因為就這樣切 我的刀不夠力 所以我就要這樣砍下去 我想研究它多硬 然後檸檬葉 就盡量把它柔柔 切到柔柔 我的刀工大家都知道 就沒辦法像餐廳那樣 盡量呢 香茅一樣 跟剛才那樣 拍扁它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些裂痕 還有紋下去 香茅味會好出的 外面這些髒 我就會不要的 我就不會切得太碎 因為果具不想吃到 所以就會分開這裏 用來炒香的香茅 還有這個用來咬湯的香茅 準備好這堆材料之後 我們就等些肉醃好 然後一會兒開始煮 首先我們加了少少的油 看它差不多開始熱 我就會加些薑蔥 還有洋蔥 當你聞到洋蔥的香味之後 就可以把剛才的香茅 藍薑 我還切了少少辣 因為想有一點點的辣度 放下去一起炒香它 然後我們加一盒的雞湯 然後再加白咖哩醬 醬就把它拌勻 可以調整個小小的火 然後我們大約加80ml的水 80-100ml都沒有所謂 我們調大一點點的火 讓它慢慢煮 這個時候可以加上檸檬葉 還有剩下的那些香茅 都放進去 看它開始煮起之後 我會先調小火 因為我要加椰漿 然後我們又把它拌勻 現在這樣看上去是不是很噁心 不要緊的 我們只要拌勻它 你看到那些顏色 慢慢就會對板 你有沒有看到 攪拌一下 其實就沒有那些一粒粒的 我們把它拌勻 先把它拌勻 當它現在滾起之後 我就把它吸開 我們可以調了8分鐘 看看一會兒什麼情況 因為家裡現在剩下一個電磁爐 所以豬扒醃好了 我就打算用氣炸鍋把它弄熟 底部我已經鋪了牛油紙 然後逐件放進去 180度就夠了 然後時間方面 不如4分鐘看看什麼環境 好 咖喱做完之後 我們不如先看看 打開應該都是蒙的 看看現在這個稠度自己喜不喜歡 如果覺得不夠稠 可以再開一會兒火 讓它煲多一會兒 就會再稠少少的 你看到有一點滾滾滾滾 慢慢令它變稠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先看看豬扒 可以反一反它 再煮多5分鐘左右 好 時間過去 我們先看看豬扒 好像很漂亮 你覺得現在這個稠度可以嗎 都可以啊 好 就這樣 可以熄火了 打算給兩塊鄰居試一下 所以自己吃4塊就夠了 這張紙用得不浪費 剛才的雞頸肉 我打算全部放進去氣炸 先鋪平它 否則很容易有些熟 有些不熟 這次我們就保留185度 6分鐘 等雞肉熟的時候 我們順便做一個沙嗲醬 打開之後吃多少用多少 剩下放進冰箱 或者你打火鍋 用來做沙嗲湯底都可以的 我擠大約這裡 3分1左右 總之那個稀稠度 慢慢調就可以了 一開始不用太多水 不夠才再加 是不是超簡單呢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串燒的沙嗲醬了 等我看看 剛剛好 我們可以上碟了 這麼快一個白咖喱豬扒 和旁邊就會是雞頸肉配沙嗲醬 就完成了 今天不煮飯了 有咖喱醬當然要怎麼包吃 我們又來沒有化妝試食環節了 你舔你的 嗯 跟沙嗲醬差不多 可不可以有多些形容詞 多多司多蛋 它有洋蔥的甜味 香滑的香味 還有白咖喱品的白咖喱味 哈哈哈哈 好厲害 好啦我還未有得吃 因為這隻狗仔要吃包包 這個是叫沙嗲醬必點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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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豬扒 它不粗 很 很軟 但是有豬肉味 對 豬肉味也結束 這款豬扒是我超推介大家的 豬扒你不吃包包了嗎 噢夠了 好啦 哈哈哈哈 這個醬的花生味比較出現 還有它是 比較甜的沙嗲醬 這個就是煮好的雞頸肉 比較長條型的 不知為什麼呢 我吃下去有點像軟骨的感覺 但是有沒有軟骨那麼難咬呢 所以我是超喜歡吃雞頸肉的 點滿了沙嗲醬真的很好吃的 這裏用了多少呢 用沙嗲醬的酸液 3分1至4分1 我們可以做沙嗲牛肉麵 加多一層拌麵 加少許醬油 令它鹹一點的話 就可以做沙嗲牛肉麵 可以做沙嗲湯底 可以很多圓法 所以這個沙嗲醬 不是沙嗲醬 是挺有用的 好了 我們真的吃完了 全部咖哩汁都已經清了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個不專業廚房 雖然材料多一點 但絕對不複雜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3點 還有星期日到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